谷粉拿来养花是非常好的东西 尤其是在秋季这段时间 我们的蟹爪兰给它用点谷粉 能促进花芽生长 因为到了8月份9月份之后 很多地区的蟹爪兰开始慢慢孕育花芽 所以这个时候给它使用点高铃肥 能让它花芽分化更多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一个月在这个土里撒上一点谷粉 谷粉它不单有机灵丰富 能促进花芽生长 同时呢 它又可以改良这个土养 让这个土养有机制更多 更肥沃 更疏松 透气 强壮根系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养蟹爪兰 包括所有在秋季开花的植物 有股粉的 一定要给它上一项 因为这个时候呢 是促花的好时机 我们一定要提前 只有提前给它补充高磷肥 才能让它到了开花 长花芽的时机 长更多的花芽 不要到了发现别人的蟹爪兰开花了 再来给它补充肥料 那么到那个时候就为时已晚 所以大家养蟹爪兰 想要它到了花期 开花更多 开花品质更高 我们一定要提前给它使用催花肥 尤其是像这种有机肥 一定要提前用 包括家里的所有花卉 都是一个道理 好了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